后退吗 没关系 我们手都插进了 插进了 插进了 积极党立委陈伯伟和助理聚在办公室门口 排毕业照 一群人比出3Q手势 但仔细看陈伯伟神情明显失落 而他在国防委员会最后一天 更是有感而罚 我想像被我咨询过的官员 说一声之类 我是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民意代表 有时候说话比较冲 比较大声 但都是希望台湾更好 利用最后质询机会 跟大家说不好意思 不过未来没了立委身份 陈伯伟一样继续前进 我会以台湾人的身份继续努力 留下更好的台湾 给未来的台湾人 谢谢大家 谢谢 3Q 陈伯伟委员 3Q再见 讲完后 深深一鞠躬 其他民进党立委纷纷上前 抱抱他或握手加油 陈伯伟先任倒数 下一步又规划了吗 人生每个阶段 都会遇到毕业嘛 我们暂时从立法院毕业这样 那自己有想过 目前的下一步规划了吗 还是补选 一定都是补选 那我知道民党党内 有他们的这个征召机制 那带人选出来之后 一定是全力相挺 空出的一席立委位置 未来激进党和民进党合作 推人选 陈伯伟都会全力协助补选 收拾心情的他 还打算周五 在立法院的工作结束后 这样回台中 之后可能会骑脚踏车回台中吧 大概什么时候 下课的时候 身体现在还OK吗 可以啦 没有不是 那个都太炫 对啊 没那么平安 好 可以啦正常 沿途欣赏美景回去 至于国会助理们 陈伯伟有所规划 台中服务处也会继续敞开大门 虽然陈伯伟的立委之路够一段落 但可不是他政治路的最后终点 欢迎新闻张家宝 郑海中台北报道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进和 台湾in or out 北周四晚间九点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